那这边的话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是TALK的部分 我们针对YLE怎么样去特别设计的现场口说 前面的部分也有提到说针对YLE的部分 在口说的部分它其实在STARTER它面对口观实际的考试时间 大概是3到5分钟 那Mover的部分大概就是5到7分钟 那Flyer的话大概是7到9分钟 那这边的话跟大家做一下STARTERS的提醒的介绍 它真正去面临到考试的部分 STARTER它会有4个提醒 第一个它必须要有自我介绍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看图回答问题 由口观的QA它来回答 依据图片的部分做实际的回答 那再来的话第三个就是图卡的配合的部分 那最后一大题就是口观它会问孩子的一些自我经验的相关的问题 那在Mover的部分 Mover其实就是难度已经有一点点提高了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大题的口说的部分 它会刚刚讲到说它是5到7分钟的考试的时间 那第一大题它就要能够找出不同的地方 所以孩子它除了要口说能力OK之外 它的观察力也要很敏锐 所以它才能够找出两个图片不同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看图书故事 这个也是考验到孩子的口说能力 它要能够讲出完整的句子 然后针对这个图片的部分 它能够讲出几个简单的句子 然后做出有连贯性的一个故事内容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图卡题 它能够找出哪一张跟哪一个图片 在这四个里面是跟其他三个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要能够讲出为什么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回答口观提问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Flyers Flyers的话它其实它的进阶的深度又更高 要能够考到Flyers的小朋友证是很不容易 那Flyers的话它的第一大题的口说 就会是针对它必须要能够描述两个图片的差异度在哪里 我们刚刚讲说在Mover的部分 它第一大题是要找出它的不同点在哪里 可是它到Flyers的时候 它要能够用句子去描述两个图片的差异度在哪里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看图提问的部分 它到了Flyers的部分 它的口说能力要有一定的程度 所以口观在做训练 我们在训练这个技术的口说的部分 小朋友他要能够自己能够去问问题 那不是只有纯粹回答问题而已 他知道说怎么样去提问 所以这个是在Flyers的部分 他也会做到他的练习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一样是看图说故事 在Flyers的部分看图说故事 我们会希望说每个孩子 他在一个图片的故事介绍 他至少能够讲到四到五个句子 因为Flyers的部分 他已经是属于比较进阶的孩子 他的程度又能够 每个图片希望他能够回答到四到五个 所以我们在Talk的部分 LiveTalk的线上口说的 这个技术的练习 我们的老师也会引导孩子 怎么样能够在故事里面 怎么样去找寻一些线索 然后怎么样可以讲到四到五个 完整的句子跟故事内容是有相关的 最后一大题的话 就会是回答问题的部分 那其实讲了这么多 其实大家都很想知道说 我们LiveTalk的部分 是怎么样去帮孩子 做一个口说的练习跟训练 那怎么样让孩子能够 实际在线上口说的时间里面 他能够很从容去学习到 很多口说的技巧 然后让他不紧张 不害怕 然后可以很轻松地应对 谢谢大家